主料,子鸡800克,辅料,香葱,姜,花角,大料,小茴香,麦芽糖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鞋片,冲洗进去根部完成结,将子鸡洗进剁去鸡屁股,肚子里塞入姜片,冲断,准备一个大盆放入烤鸡调量按一公斤鸡, 七十克的烤肉料的配比放入烤肉料,将调料里加入适量的水,将鸡放入盆内,蘸足了腌渍,腌渍约一到两个小时,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包上保鲜膜,放入冰箱腌制半天,再用麦芽糖涂满鸡的全身,如果没有麦芽糖可以改用蜂蜜,腌渍好的鸡放入烤盘上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下层,以220度烤约一个小时即可, 烤的鸡表面金黄色即可拿出烹饪技巧,烤鸡调料市场上很多,大家可以自己根据喜好买,味道应该都不错,麦芽糖和蜂蜜是必须的,在烤制过程中一定要留人,随时根据鸡的状况翻面,每翻以此面最好都涂一层麦芽糖或者蜂蜜,烤出来的口感非常棒,外焦里嫩,颜色也会泛着金红色非常枪叶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本视频 belief is can be 자�订阅前提到薄 showed you the best cure mechanism! 谢谢观看